大家好,我是小美 今天用土豆给大家分享爽口的家常菜 将土豆放入较大一点的碗中 加入凉水 将土豆清洗干净 然后捞出 再将洗好的土豆去皮 然后再把土豆先切成薄片 最后再切成细丝 还可以用擦丝器擦成细丝 也是可以的 将切好的土豆丝放入凉水碗中 浸泡五分钟 再准备适量的蒜瓣 切成蒜末装入碗中备用 再将小米椒切成米椒圈装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少许的花椒粒 最后再准备两勺白醋备用 将浸泡好的土豆丝捞出 放在另一个控水栏中 盖上盖子 轻轻地转动盖上旋转钮 抽出多余的水分 没有这个控水栏直接捞出 控水就可以了 炒锅倒油 放入花椒粒 爆出花椒的香味后关火 用锅铲捞出花椒粒 再次开火 放入小米椒圈 蒜末 爆香后再放入土豆丝 翻炒一分钟 再加入一小勺食用盐 继续翻炒一分钟 然后顺着锅边加入白醋 继续翻炒均匀 最后加入一小勺鸡精 翻炒均匀 一道家庭版的 吐溜土豆丝就做好了 我们把土豆丝放在水中浸泡 是为了更好的泡出 土豆中淀粉的含量 这样炒出来的土豆丝 吃起来才会更清脆 这道菜也是家庭中 常吃的一道家庭菜 做法简单 如果你喜欢 也来试试吧 我是小美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击订阅 小美食圈定期分享美食 谢谢您的支持